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出现次数最多的国号就是汉 今天就来说说我们引以为傲的大汉帝国军队 为何这支军队一直让后人崇敬无比 提起大汉军队 许多人有意无意的就会拿当时的西方罗马人来相比 但即使到了三百年左右 罗马军团的盔甲还是同志的 所以才有那么漂亮的盔甲 如果是像汉朝军队一样是铁甲 那坚硬的多的铁甲 怎么能搞那么漂亮的凶甲来 罗马军团而且罗马的武器 也比汉朝落后了等一代 罗马人的远距离投射武器是头枪 汉朝的远距离杀伤武器是弓箭 罗马人对汉朝军队 就好像鸦片战争的清军队英军一样 如果要论中国内朝代的军队对民族的功绩 小编个人认为汉朝军队也应该排第一 其对外族保持了强大的威慑 把通了丝绸之路建立了和西域 乃至更遥远的中西亚、欧洲各国的联系 大汉军队更让人敬佩的是 汉军其强大战斗力一直保持到西汉未年 先朝的秦军虽也很强大 但衰败的太快 所以在中原开疆拓土的功劳也不如汉军 魏清获取病 李广、赵冲国一连创汉军中流光溢彩的名字 无不让每个中国人审罚 让每个中国人自豪 匈奴人当年横行欧洲 十三国联军竟不能挡 西罗马帝国迅速灭亡 就是这样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 却最终还是差点被汉军打得差点灭阻 不得不洗牵 匈奴人后来被欧洲人恐惧的称为闪电鞭子 但这些欧洲人 如果当年遇见汉军并交锋后 相信他们宁愿遇见匈奴 也不愿遇见魏清和获取病们 汉军可以说是当时一支将游牧民族的野蛮精神 与汉朝人的战术纪律发挥到极致的军队 艰酷的训 联合优秀的将领 造就了这支军队强大的战斗力 勇猛的汉军 但也有人认为汉武帝之后 汉朝就不再强硬了 其实不然 到了西汉的后期匈奴的智之 缠于意图再次占领西域地区 看看大汉是怎么做的 汉朝的西域副都护陈汤 集合了西域各国的四万多军队 奔袭了两千多里 达到了匈奴的大本营 当时匈奴置之缠于正在厌隐之中 汉军突然到来 他猝不及防被汉军斩首 在陈汤给皇帝陛下的奏折中写到了 明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的千古明具 但是 这还不是汉军最强悍的一次战斗 明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在汉宣帝时期 汉军再次北逐匈奴 并且立下了定湖碑 上边的原文是 凡日月所照 江河所至 皆为大汉之臣妾 哪怕是东汉刚刚建立的时候 汉光五帝刘秀也没有丝毫的软弱 他的话同样震撼 汉冰微信 总率万国 日月所照 皆为臣妾 汉王朝存在 了四百多年 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 即使是其处于统治末期 其军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 这点更是其他王朝不能比拟的 汉军威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